我也就是为了自我提高要读书 读书就给我带来很多知识 也可以提高自己的趣旨嘛 大家好,我叫前沿亚历莎 就是大家都叫我李莎 然后我来自日本 就是你们的隔壁 我从高中一直以来就对中国感兴趣 去年终于来到中国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的话 我一年大概读20本书 大概一个月两本书左右 给我带来最大的印象的一个书本的话 我就说20岁光明不再来 好像叫一个Mag J 一个心理学的PhD 她写的一本书 就是关于20岁到30岁的这个阶段的时间 是特别的珍贵 然后特别的重要 然后对人生自由 并胜利的一个时间 所以要去挑战很多事情 读完了这本书之后 我就决定 我现在要去中国留学 我最近买了义空日记 一个小学生叫义空 他在他的师父的指导上写的一个日记 内容比较偏上于婆媳的 因为小孩子写的 所以比较对我的中文水平也可以看到内容 我想看鲁迅写的书 尤其是《故乡》 因为鲁迅好像是以前在日本留过学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人 这个鲁迅的想法 然后鲁迅的思想 其实我的爸爸以前读了ALS 好像中文里头的话叫 见动病 就是慢慢的身体动不了的那种病 然后就是很少人读这个病的 照顾我的父亲的时候 就有很多学到的事情 就是虽然有癌症 但是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 然后好好爱家人 然后也可以给身边的人有印象 所以我就想写 关于我爸爸的我父亲的事情吧 自己心情不好 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 会去读书 是因为我觉得 自己心情低落的时候 也可以跟朋友说一下聊天一下 但是跟朋友拜拜了之后 可能又喜情低落 我觉得也有效果 但是还是短的效果是吧 但是读书的话 给我带来一种默默的陪伴 只需更有意识感 读完了之后 给我带来一种 我学到了这种知识 谢谢跟我陪伴一起 就是提高我的能力知识之类的 但是如果点字出的话 就我们关上屏幕就没什么了 是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